台中市則是有一名蔡信貫切 他騎車前往苗栗縣頭份市的社區 刑切十多萬元的財戶 返回途中一次謊神 結果自撞路旁護欄 剛好被眼尖的圓景盯上 覺得他行蹟可疑 後來經過調查才知道 他一度變裝還更換了車牌 想要躲避這一起 身穿黑衣服的蔡信男子騎車 來到頭份市的這處社區 洋裝住戶不慌不忙 停好機車走進民宅內 沒過多久就快步走向門外 騎上機車離去 這時他已經從屋內 成功竊取兩條金項鍊 兩枚金戒指跟現金 總價值近十萬元 卻在行進三億箱路斷時 連續自撞路旁護欄 發現一名蔡信犯嫌 騎乘機車犯案 那經過科技的偵查及相關連結 發現該名確證居住於台中市 警方接獲報案 透過監視系統沿線追蹤嫌犯 發現他專程從台中北上苗栗行竊 作案時身穿黑衣 返回途中還換成白上衣 並懸掛失竊車牌 原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沒想到疑似謊神自撞護欄 在一處橋下停留 被眼尖的遠景認出 很順利的在住宅外面查獲該嫌 並從其身上起貨相關的 張證物及犯案的工具 且嫌大費周章 卻因為自撞護欄被逮 注定賊心改拜 繼續張心潔苗栗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